位于南投县鱼池乡的鱼池间社区 日前举办手工艺课程 并邀请乡内长辈前来参与 透过动手做 将用来打太鼓的鼓棒 增添一点颜色 让长辈是非常的开心 看到自己所完成的鼓棒 更是非常满意 这高厅老师就教我们说 要厅这样水水 一星期来一次 来这里这么好的 在村里都高担老人 来这里就朋友很多 还有老师 我感觉很满意 因为这样靠鲜艳 打鼓的时候就有 那种合力的 又亮又好看 于世间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 陈明贤指出 透过活动让长辈们活化思考 让长辈从中创作 我们于世间社区发展协会 结合了朝阳科技大学的 一个马教授 他固定的时间会来教我们 这些长辈做一些 手工艺的创作 那借由这些手工艺的创作 可以去活化我们长辈的 这个思考 让他们有 除了美学以外 然后把 这些作品 融入自己日常在运用的 一些物品上面 然后让他们觉得有成就感 那我们借由这个创作 的这些东西 让这些长辈也觉得说 他们对社会还是有一定的贡献 县员谢密某表示 于是间社区发展的非常好 不但有定期举办课程 让长辈参与 且长辈们也非常热衷于活动中 而办理手工艺的课程 透过动手做来完成 自己古棒的彩绘 也借此从中建立自信心 许多长辈多半是在家里 孤单一个人 而走出家里进入社区内 可以让长辈们体验许多活动 相信在鱼池间社区 用心的经营下 长辈们肯定过得非常开心 记者邱平宜 鱼池采访报导